周六 上千名男家居民聚集在洛杉矶比福利山庄 发起Stop the Steal活动 现场民众热情挥舞挺穿旗帜 和各式各样抗议选举不公的标语 并高喊4 more years再干4年 来展示支持川普连任的决心 有华裔选民表示 在中国长大的自己 对公民权的必要性深有感触 因此这次决定走上街头 捍卫真正的民主 不论谁当总统没有关系 但是你必须要诚实 必须要是真正的选举 你不可以用假票的形式来取得政权 这个是对民族的摧残 拜登他在选举的时候很少出来 整天躲在下面 他演讲的时候很少几个人来 但是在选举的时候有那么多的票 这个不没 common sense 这个不象征的 事实上大选投票结束后已经4天 而选举舞弊事件频传 还有越来越多邮寄选票的问题浮现 同时许多摇摆州都在开票时 出现不寻常事件 因此仍未完成计票 然而当天中午 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自行宣布当选 多家主流媒体也争相报道 但现场民众表示不能接受 民主党候选票是否认为 民主党候选票的 民主党候选票 民主党候选票 目前在全美各州都出现选举舞弊问题 和假选票移印之后 川普总统的团队将诉诸法律途径 这场选举暂时还未能分出胜负 新唐人记者郭约希 杨阳 洛杉矶采访报道